你的精神壓力 还有身体的压力会减少 早上起床 眼睛睁开 感觉就是还蛮想要微笑 那批批舒曼波 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我们1600的新包厢 如果您在中天电视主频道的话 帮我点一下置顶的连结 最下方的连结 就可以飞到我们中天新闻的子频道 我们共同在这个中天新闻的聊天室 聊一下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 那么这边有看到国豪 有看到萨兰黑林生德 还有黄泉民吴秋香 欢迎大家都加入到中天新闻的行列 也请各位记得帮我们按个赞 好 在这一节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继续的来关注这个国际上面 大家都很关心的韩国爆发了 这个惊悚的万圣节 而且这场万圣节的活动 是庆祝解封之后的第一个万圣节 没有想到在黎泰院这边 居然发生了严重的踩踏的意外 包含从画面上面您就可以看到 整个是人挤人 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空间 全部都被人潮给塞满了 而且在这个窄巷当中 还出现了两层高的人墙 而这起意外 目前已经确定有至少151个人死亡 所以这个整个死伤的人数是非常严重的 甚至死者还有伤者 大多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 有目击者就指出 其实在踩踏发生之前 就已经群众失控了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南韩总统尹席月 也指出现在全国进入了哀悼期 也下了两道的紧急命令 发布了第三阶段的警报 同时必须要确保医院的应急床位 那么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 现在就有南韩的网友发现 离泰院龙山区的消防队长崔成范 在今天凌晨2点多是抵达现场 同时也进行伤亡简报的时候 他虽然非常的冷静陈述救灾的情形 可是他握着麦克风的手 却是不停的战斗 让网友非常的不舍 我们也透过画面就可以看到 离泰院龙山区的消防队长崔成范 他是一手拿着指挥棒 冷静的讲解简报图 但是另外一只拿着麦克风的手 不停的狂抖 崔成范当时就表示 担心在场的每个人 心灵都会受到创伤 希望国家在事故之后 能够承担起责任 并且支持创伤管理 而他战斗的手 以及平静的声音是互相矛盾的 影片在网络上面也引起了讨论 就连南韩的网友都非常的不舍 有网友就表示 看着国家发生灾难 和消防队长抖动的手真的非常的痛苦 也有南韩网友忧心的表示 担心政府会把责任推卸给消防队员 而当然在这一起事件发生之后 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好奇 到底离泰院的生态是如何的 因此我们在这一节就要来 透过视讯连线 邀请到的是在台湾的韩文老师 金炳秀老师 老师午安 老师我们想要请您 来特别来跟我们观众分析一下 这一次在离泰院选择办了 这个万圣节的活动 但是为什么他会举办在离泰院呢 以及离泰院他的夜生活 到底会有哪一些致命的吸引力 因为我们就知道 这一次的万圣节的活动 就已经吸引了十万人朝圣 应该是说我们万圣节活动 办在离泰院这个应该不是 因为我们万圣节 每个地方有办活动 然后离泰院不是特别办活动 我们万圣节的时候 大家都聚在离泰院里面 因为离泰院这个地方 是从以前到现在 很多外国人的地方 所以很多店面或者是酒吧 都是有外国的特色 所以是这边 大家都想要感觉到 外国的感觉都聚在这边 然后万圣节就是一个国外的活动 国外的节日 然后因为是国外的节日 办在韩国里面 大家都想 第一个想到就是离泰院这个地方 所以是万圣节的时候 大家都去离泰院过万圣节 是 所以因为而且现在又有说 这个是解封之后的第一个万圣节 所以也吸引了这么多的人潮涌入 那么根据了解 其实离泰院的地形 主要都是丘陵地 甚至这一次爆发了 这种踩塌意外的 还有这种斜坡的地段 所以也造成这一次的伤亡 是如此的惨重 甚至道路的宽度 也大约都只有四公尺 最多只能占七到八个人 那么昨天晚上 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人太多 再加上这个地形的原因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 如此的伤亡惨重的情况 对其实离泰院这个事情是 我五年前有参加过这个活动 在离泰院 然后那时候也是人这么多 人多到真的跟你们影片一样 就我们走路也是不能自己走路 都是跟着人一起走路 但是我那时候也是有点担心 会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那时候就没有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还OK还好 那应该不会 但是我这次有可能是 真的是结封了 然后大家多出来 比以前更多人举在一起 所以会发生这种事 然后大家都太开心了 所以发生这种事 就很伤心 所以老师您上一次 在离泰院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跟我们 稍微的叙述一下 当时您所碰到的状况 也是有这样子相互推积的吗 以及如果碰到这种 推积状况的时候 您是不是有刻意的避开 就是避开了这些人潮 对 其实离泰院这个地方 是他们每个巷子都很窄 真的是就不会跟我们一般的 索尔的大马路一样那么宽 每个地方都很窄 所以以前我也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也是一样 这样子跟人家一起走路 如果是后面的人就推我们 我们被推前面走的是这种 以前已经开始这样子的 是 所以在当时的时候 您就已经有感觉到 已经是被往前推着走的状态了 那在这种被往前推着走的时候 您会发现您自己 有这种抵抗的能力吗 还是说你也没有办法 你就是必须得跟着人潮 就是一直被往前推 可是我那时候感觉到是 我觉得跟现在最大的差别是 那时候是如果我们往前走 我们只能往前走 意思就是我们如果往前走的话 对面的人不能再过来我们这个方向 所以是以前这样子 我们往前走就走到一个大马路 我们可以离开这个位置 所以以前是还好 但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是因为双方向多人走来走去 所以等于说老师会觉得说 这一次是不是可能在当地的 这种交通的管制 人流的管制上面 似乎也没有做得很到位 所以您刚才有特别提到 双向都有人 那这样一来一往的挤来挤去 的确大家都挤在一块 那甚至跌倒了 喊叫了也没有办法 让彼此听到 因为现场的这些音乐 是不是也太大声了 对 可是我后来就看 我自己过去看韩国的新闻 然后他们就是发生这件事情 马上旁边的店面都是音乐 全部都关起来 然后所有人出来就是帮助别人 就是去救那些人 因为音乐大声 人家都误会音乐大声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后来看到的影片里面 有听到音乐 那个是救人之后 带他们过去大马路外面的 然后在那边做CPR 然后刚好那边拍到的影片里面 有听到音乐的声音了 但是明明就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旁边的所有的店面都是音乐 全部都关起来 然后大家都救了里面的人 就等于说 其实事发当下之后 附近的店家也都已经 也意识到这个状况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那如果照老师自己的观察 这一次涌进了这么多的人 会不会其中有一个原因 也是跟解禁口罩令有关系呢 我是觉得 我自己本人是觉得还好 我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只有应该是人太多的关系 是 而且这次解封之后感觉人又特别多 然后现在又爆发了 已经超过了150个人死亡 所以南韩总统尹席月也宣布 全国都进入了哀悼期 包含了三大的电视网 都停播了所有的综艺节目 那根据老师的了解 南韩目前当地的状况是如何呢 其实我自己也是看到新闻 有点吓到 我马上打给我家人 跟韩国的朋友 然后我问韩国的朋友们说 你们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在这个情况 还好是我身边是没有 但是听说好像我身边 有一些人是朋友在里面会受伤什么的 所以其实现在韩国全国民都是 奥巴马也是一样 他们都很伤心 很担心现在这个问题 因为里面受伤的或者是死亡的人 几乎都是20岁左右 都是年轻人 对所以是大家都很难过的情况 然后大家都 所以我们总统也是出来 就是我们为了他们 就RIP到11月5号 是 那所以在这一次的事件发生之后 其实当我们看到了网络上面 有很多的影片 当时就很多人都直接挤在一块 甚至他们动弹不得 甚至在斜坡上面要拉 拉也拉不出来 因为真的人太多了 而且不少人受伤 这个整个手上面都直接是呕呈 真的是看得让人家是触目惊心 当然台湾和韩国的媒体的报道 也都有说这个生还者逃出来 是非常的惊恐的 那根据老师的了解 目前在韩国的媒体 有没有报道相关最新的一些救援的状况呢 我现在韩国的报道都是我们有点直播的概念 一样一直一直现在状况怎么变都马上又报道 但是我有点担心是因为韩国也是一样 台湾也是一样 有一些不清楚的报道 就是他们里面有可能是乱报道 所以我身边的有一些台湾朋友也是他们听到有些奇怪的报道 然后他们相信那个报道的内容 我希望不要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真的是真的发生什么样事情直接报道比较好 然后现在韩国人都是关注这些直播的报道 所以等于说也还是希望一些这种误传的这些讯息不要以额传了 毕竟现在救灾的情况已经让这个现场已经非常的混乱了 那不过呢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来听我们分析了这一次离胎院发生了这个万圣节的悲剧的状况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当然我们也希望呢这一起事件哦 这个伤亡的人数能够停止了不要再继续往上的攀升 而至于根据呢这一次的离胎院相关的这些万圣节的派对 居然会引爆了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哦 甚至是这么大的一个伤亡 我们更多全球现场的消息 我们也把时间交给真容 好 大家午安 程中现场时间 我们持续带您还是来聚焦这一起发生在首尔离胎院 昨天晚间有一个严重的踩踏事件 那目前呢刚才陈友也提到了 有151个人现在是确定已经死亡 但是呢警方现在还是说这死亡人数会持续攀升 不过很多人呢包括了一些历史专家 他们就把离胎院的这一次踩踏活动踩踏的意外 跟92年当时发生在香港兰贵方这边 有一个跨年的踩踏事件来比一比 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巧合 很多地方都很雷同 怎么说呢我们带您来回顾92年 当时在香港兰贵方的跨年 这时候也是人潮这个万头钻洞 很多人涌入就是想要感受一下跨年的氛围 可是呢也是不小心引起了踩踏 而且当时造成的是21个人死亡 大约63个人受伤 当时其实大约是有2万多名的民众 到兰贵方这边来跨年 很兴奋 不过也是因为太兴奋了 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有不小心 有人推挤到 不小心有人跌倒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又非常的近 就引发了所谓的骨牌效应 前面的人跌倒 后面的人呢搞不清楚 前面到底怎么一回事 也相继的跌倒 大家都挤成一团 当然了这样的过程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会造成的是 大家空间已经很小了 这个空气根本就呼吸不到 造成窒息 还有后续有一些骨折的状况 而且呢就是因为这个 人潮实在太多了阻碍救援 还有当时是因为有跨年的关系 所以民众想要喷洒彩带跟火花 营造出一些比较欢乐的氛围 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状况 导致地面湿滑 影响警消救援 更影响当地的民众逃生 好 也有人说这个 离太苑的地形跟蓝桂坊 也是很相仿的 因为两个地方都是很狭窄 L型的上坡小径 离太苑这一次发生的意外地点 也是一个小巷子 而且当地的这个地形 也都是斜坡 大量的人潮这样子挤爆 再加上这两起事故 发生的时间都是晚上 晚上视线就比较不好 大家跌倒看不清楚前方的状况 一来这空间很小 二来你的心情一定会很紧张 很惊慌 所以就导致这样子的 踩踏的意外发生了 而在1990年7月的时候 当时是这个伊斯兰教 他们有一个宰生节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也发生过踩踏的意外 因为宰生节呢 其实是这些教友们 他们都会朝近 然后团聚的日子 那么人潮一多难免 就会发生意外 而且1990年之后 宰生节就发生过 六次严重的踩踏 最高的这个死亡人数 竟然多达1400多人死亡 而最近的这一次是一个球场的踩踏意外 它是发生在10月1号 也就是这个月初的时候 是发生在印尼的东爪哇玛廊市 当时呢 当地是举办了一个足球的这个活动 可是因为地主队输给了速敌球队 就引发了球迷不满暴动 今儿发生了推击踩踏 导致125个人死亡 180个人受伤 也是全球体育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 而这须来关注的是 离泰院这一次的踩踏意外 这个活动造成的这个死伤呢 有数千位参加了万圣节的活动的民众 他们就是在这个斜坡上头的这一条小巷 不断的推击踩踏导致目前有151个人死亡 那么网友就从二楼拍下当时清楚的这个画面 可以看到根本就是没有空隙 大家都一直被推着往前 接受医院的救援 这场是非常狡猾的 看见人比起战争 离泰院的悲剧发生之后 这是南韩自从2014年 当时4月号沉船之后 伤亡最多的意外事件 有两名昨天在现场的目击游客 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指出现场人挤人 而且意外发生之后 救护人员还有救护车都不够 有些人为了要抢救伤者 还持续的口对口做人空呼吸 这就更加热烈了 突然我们开始听到声音 人们在接受人员 人们在接受人员 因为有没有救护人 只能够扩着这些 当我们开始看到身体在全面 人们都被扔了其他人 人们被扔了其他人 所以他们能够被够了 因为这种情况在这里 是非常严重的 人们被够了很严重 从来到来 除了其他人们 有些人都看著其他人 然後就滅了 有很多血在地上 有些人就開始把血壓在口中 他們會嘗試把血壓在口中 任何情況可以讓他們回到生命 但他們也沒辦法 更有人是親眼目睹到朋友被壓 在現場CPR長達一個小時也就不回朋友 目擊者的形容根本就是電影當中的災難場景 而他們親眼看到殘酷的急救過程 不過現在就要問了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大規模的踩踏意外呢 現在是成為南韓史上最嚴重的踩踏事件 外界就分析這場悲劇發生的主要原因 除了因為人潮眾多造成壓力還有呼吸困難之外 跟離太遠的地形下坡路段 引發的骨牌效應很有關係 寬度僅僅4公尺的斜坡小巷 集滿上千人超水泄不通 南韓離太遠地區29號晚間慶祝萬聖節 但這條狹窄的斜坡小巷 卻變成人間煉獄 上演南韓史上最嚴重的踩踏事故 除了是疫情解封後 首場萬聖節狂歡派對 離太遠也就在駐韩美軍基地旁 平時就有許多外國人 因此當天吸引10萬人同時湧入 據悉當時還有一位名人造訪 吸引大拼人群蜂友而至 才會導致悲劇發生 不過當局尚未證實 所以其實人中間被踩踏 他們沒有辦法討論 他們不可以寫 事發地點就在離太遠 漢米爾頓飯店左邊這條窄巷中 這裡連接離太遠區 後階酒店和俱樂部 以及地鐵離太遠站 南韓YouTuber宋讚揚分析 這條窄巷是下坡路段 導致人群集體跌倒 就像骨牌倒塌一樣 後面的人不斷向前推擠 導致前方的人也跌倒 人群不斷堆跌 專業醫護也解釋 其實大部分人並非遭踩踏致死 而是因為人潮擁擠 加上骨牌效應 人群不斷擠壓 形成了龐大壓力 讓人被壓迫到無法呼吸 最後造成壓迫性骨折 引發內出血或是窒息而亡 因為傷亡人數太多 南韓警方目前已經封鎖意外發生的宰相 搜索當地看看是否有線索 能夠辨認傷亡身份 記者劉家宇報導 我們先換個星期 來看到在天母也是舉辦一年一度的 萬聖節市集 兩隻恐龍大有大白的迎面而來 旁邊還有身穿紅衣的鬼新娘 妝容非常逼真嚇人 眾多超人公主也都現身活動現場 經典電影主角也活靈活現出現在眼前 眼睛天棒沒有等到的 猛小孩也都精心打扮 絲毫不馬虎 這裡是天母萬聖節的市集活動現場 每個人的搞怪裝扮都創意滿分 現場跟有許多小朋友在攤販前面打卡拍照就能領獎品 大小朋友都玩得不一了呼 就連晚上都還有送禮物的環節 在晚上的舞台活動就會有欣欣洞姐姐帶領小朋友一起玩遊戲拿獎品 歡迎一起來玩 一年一度的萬聖節吸引了許多大小朋友共享盛舉 除了中期鬥業的裝扮以外 現場還有很多攤販都會贈送小零食餅乾 真的是好吃又好玩 記者王安寧台北採訪報道 說真話真的很酷 發現成效真的很酷 伸張正義真的很酷 傳遞善良真的很酷 去除變界真的很酷 這是我們一起正在做的事 在中天新聞網 ctnnews.com 線上見 你以為數位中介法就此打住了 可能現在只是中場休息 中天關台兩年 你知道有些新聞在電視新聞台和綠媒通通看不到嗎 誰謀殺了言論自由 真相大白系列紀錄專輯 10月26號起 在YouTube中天電視 中天新聞 以及中天新聞網 周周上架 敬請關注 並一起把真相傳出去 持續來追蹤黎泰院的推擠事件 有目擊者就指出 事故剛發生的時候 其實有不少人大聲呼救 可是周遭夜店播放的音樂實在是太大聲 因此也淹沒了救命的吶喊聲 導致後方的群眾根本聽不清楚 也不知道前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才持續的一直往前推擠 不過即使傷亡消息早已經傳播開來 可是當地還是有不少的餐飲業者 持續營業到今天的清晨 有一名在現場的民眾就坦言 自己一路參加派對到早上 雖然他當時不斷地聽到救護車聲的鳴笛 可是他以為這個是萬聖節活動的一部分 讓他也感嘆 雖然附近有超過百人死亡 但是都沒有真實的感受 而當然這一場的萬聖節活動 發生了大規模的踩踏推擠事故 海北市立聯合醫院中校院區 前副院長洪士奇就分析 其中有許多身高比較矮小的 是因為缺氧而死亡 被大量人潮推著走 跌倒之後更加的難以呼吸 因此變成說後面推前面 上面踩下面 導致缺氧或死亡的人數不斷增加 有一些人比較矮 看不到頭 就好像你被人家悶住一樣 我們要殺死人用枕頭把他悶死 就像那個感覺 所以一直在移動 那種情況之下一直在移動 在移動的狀況下 你沒辦法 你就跟著人家走 但是你也沒有辦法跟著人家走 後面一直推 推到後來就是推擠 你就悶在裡面 這樣氧氣都不夠就死掉了 站著死 如果有一個人或是 這一個人牆裡面 有一個人剛好跌倒 那更可怕 跌倒以後 上面踩下面 上面又踩下面 上面又踩下面 不要說什麼內臟出血什麼 這樣子也是跟剛剛講的一樣 你被頭被悶在裡面 一定會死 這個就是氧氣就不夠 就會死 而且我們看到這張畫面是說 已經人跌人跡到快兩層樓高 是 所以我還看到一個新聞說 看到都是很多藍人 藍色的人 藍人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血液的Synosis花乾 那個氧氣都不夠 才會變紫色 才會變藍色 所以那個時候就已經要死人了 更何況有一些人直接被壓死 所以我常常講說碰到這種情形要怎麼辦 我們如果碰到要怎麼辦 我常常跟他講說 你要抱著那個 好像在打拳擊那個 你要保護自己了 保護自己胸前這一塊 呼吸的空間 space 你胸部要擴張 肚子要擴張 我們呼吸也要肚子的 所以你要保護到這一塊 就算你被壓了 你要保護到這一塊 所以我常常講說 頭要抱著要保護到這一塊 基本上死亡的機率會比較少 好 短短的去參加一場萬聖節的派對 結果沒有想到 爆出了南韓史上最嚴重的踩踏意外 那我們實際的再回來來看 這個事發的地點 您可以看到在事發地點這邊 就是距離地鐵站1號出口旁邊的小巷 然後您就可以看到這個小巷 真的是非常的狹窄的 因為它的寬度大約就只有4公尺寬 等於說你硬擠的話 最多就只能占到7到8個人 但是如果各位有看到 昨天這個事發當下的影片 就可以發現整個人是擠的 整條這個小巷都水洩不通 一點點的空間都沒有的 那當然這起意外也造成了151個人死亡 而且失蹤者非常可怕的數字 達到了3580位的失蹤者 就有一位台灣的醫護在社群上面表示 這一次怎麼會造成這麼多的死傷意外 因為他說人群擠壓的壓力窒息 可能是會讓人被活活起死的 因為這種踩踏事件的歐卡機轉 是以壓力造成的窒息為主 意思就是說你也不用去被踩了 你光是人群擠壓的壓力 就會像巨人的大手一樣 一直把你擠一直往前推 讓你都沒有辦法呼吸 而且其實在這個事件是發生在10月29號 但是在前一天的時候 事發前一天同一個地點 也發生過類似的推擠事件 甚至在前一天還有目擊者 還有民眾說以為自己會被踩死 因為當天在10月28號的時候 光是這個小小的窄巷裡面 就擠滿了不少人 有這種拍照的群眾 甚至還有餐廳排隊的人 還有喝酒醉的人 都擠在這一條窄窄的巷弄裡頭 那麼在這一次目前的傷亡人數 151個人喪命當中 其中包括了54名的男子 還有97名的女子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這一次女性的死亡的數字 幾乎是男性的兩倍 而且首爾新聞還報導 當時人幾人在斜坡巷弄間摔倒 瞬間是產生了骨牌效應 如果你把一個人看成是 50公斤左右的話 100個人的話就是5000公斤 等於說你人在那邊 斜坡上面你必須承受的重量 有5噸的重量 所以這麼大的一個重量在這邊 當然就有很多人因此就被推倒 甚至這些身材比較嬌小的人 在這樣的一個推起事件當中 反而是顯得更加的脆弱危險了 當然在這一起事件發生之後 PTT也就開始在討論 其實台灣的狀況也有人在說 台灣也有一些跨年的演唱會 可是台灣的跨年演唱會 明明就人幾人 卻是比較安全的嗎 因為即便有這麼多的跨年演唱會 似乎還沒有發生這麼樣子的 一個嚴重的踩塌的事件 所以網友就留言 應該是人往出口移動 但是都沒有推擠 而且台灣的人很討厭被碰到 也或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會跟旁邊的人保持一點點的距離 所以這邊就看到台灣人幾人都會留空間 甚至也會說台灣在跨年的場地 都是一些比較空曠的空間 可能是在草地上面 或者是在市府前廣場 這個位置都是比這一次在離太院 所看到的窄項都還要來的寬很多 因此他們也說 又不是辦在這種斜坡 這種巷子裡面 當然在控管人數 分散人流 以及鋸馬隔離的部分 也都是在一些跨年演唱會上面 會特別看到的狀況 而現在也有專家消防隊員 自稱是消防隊員的人 也在網路上面PO文就說 假設如果你今天遇到這個狀況的話 你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子的來處理呢 所以他就說 其實你可以讓你的身體 呈現出一種搏擊的姿勢 而且你的腳千萬不要離地 甚至你還要用低重心來滑步 就是希望能夠讓你來抵抗人群 不要滑倒了 要維持住你的重心 以及胸腔的空間 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是希望你在這麼多的人群當中 依舊能夠有空間來呼吸 等於說是提升你的存活機會 至少在這麼多的人群當中 你必須要讓自己能夠呼吸 所以這幾個能夠保命的三大要訣 也是來跟各位網友來分享了 當然在這一集的踩踏悲劇 有一些罹患者就出現 罹難者出現了詭異的腹部腫脹 甚至還有口鼻暴血的情況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知名法醫高大成就為我們分析 這次死亡大部分可能都是內臟有破壞掉 有破壞掉了 有破壞掉了 皮跟乾 還是胃破壞掉 這種就不必處理 或是說打下去之後 倒在頭腳之後都落在頭 然後入內出血 中蘇神經跟內臟出血 心臟可能你說的壓迫 造成呼吸困難 或是心臟疾壓的關係 心臟不能跳動 還要跟他講說 喔喔喔喔 站上去 不然教你說 你都死的 都十幾歲 二十幾歲 你說這都有生命力的人 哪有這麼緊死 對不對 台北方暫時性的呼吸停止 還是什麼 一般都救回來 他可能救不回來 就因為 他失血過多 那血都破壞掉了 都走在哪裡 所以 基本上血沒有循環的能力 可能這樣就站上去 我們集結的時候 還不知道內臟怎麼破壞 你再剛才刺 刺越刺越大空 你問他刺 你刺越刺越刺越大空 所以你要刺越頂尾 你要刺也輕輕 讓他心臟恢復就可以了 搞不好打到尾就刺了 就打了 打尾就刺了 打尾就刺了 刺就刺了 不然一般是 如果我刺了刺了刺 刺了刺了刺 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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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 或是不刺了刺了刺 有人被擠到牆壁 光擠到牆壁站著就自喜而死 那條路 那條路 差不多沒有三米 沒有三米 那條路 我看見也沒有五十公車 差不多三四十公車而已 你看 擠到外面大路 這樣總共擠十萬人 倒下去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牌 那個什麼牌 那些牌 那些牌照 一直跌 還跌他之後他還要上去 他會踩 他要想跑嘛 想跑的人就是高的人先踩 那些人就衰了 所以你推起 可以推起到這個庭頭 標示這個空間 已經幾乎是沒有空間了 幾乎就沒辦法讓你穿過 如果我們微薄 一公分的高度就沒辦法在頂檔 你就知道很壞 只不過這一次大規模的踩踏事件 似乎變成了民進黨的政治口水戰嗎 因為陳時中居然把離泰院的踩踏事件 來類比大巨蛋的疏散問題 這樣的事件實在讓人家覺得也很傷心 也很傷心 我們代表就是說 我們的整個團隊 表達我們的關心跟哀悼之意 但是從這樣的事件 也了解到公共安全 跟交通維護的一個重要性 那市長市府 未來在這裡一定要特別注意 尤其我們現在有一個大巨蛋 完全沒有營運過的 那以前對他一個逃生的路線 大家覺得腹地太窄 有等等的一個問題 當然到目前到定好有一些交通 超過兩萬人就有一些交通 偉安的一個計劃 但我覺得未來要開啟運運 可能要更小心 更小心 像這樣的一個事件 一旦發生就非常的遺憾 也讓人家非常的傷心 我想有信心當然很好 但戒慎恐懼是必要的 不要就是說太有信心而引發遺憾 到時候就後悔就來不及了 我不是說會有出什麼問題 可是在這種事情發生的當下 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情況 一定要非常的虛心 我們要站在非常謹慎的角度 看待這樣的事情 發生了 我們當作一個借鏡 那我們把各種公安都把它檢討好 來 這還是一個正道 都是人員很多管理疏散的問題 像這樣的問題 如果還在這裡講這樣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一點同理心都沒有 而且你這樣的在思考管理的角度 也會出問題 蹭這個話題在選情當中 毫無意義 正常狀況也本來就做 你不可能避而不談 只是說你的用心用意是什麼 你有沒有提出具體的相應 我認為去提到巨蛋 並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就要認真地去提到思考 比如說剛剛講聚集或疏散這件事情 翔哥哥你說其實在大巨蛋當初 就已經有被討論過這個話題性改正了 對 當時已經有討論 我記得當時在有關於大巨蛋當時候 討論到它的特別是針對往國 國父紀念館那邊的 所謂的地下出口的 這個地方的銜接的時候 那個地方當時的規劃 其實有修改過 因為當時在思考當中 一個如果人潮 它還不是說正規的 比如大巨蛋辦演唱會 或一個大型活動的散場 而且比如說你在活動進行到一半時候 突然失火 呼出現狀況在一個非常混亂的時候 大家從地下這種疏散的時候 那如果你是一個地下的通道 比如說往捷運的通道 這個時候的狀況究竟應該怎麼樣 你人潮在還不是井然有序 也沒有管理 是一個大家發瘋在逃命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的這個空間的容量 到底能不能安全的容納得過 你必要考慮當中最大緊急 也不能考慮到只是活動的散場 大家正規安安心心 開開心心的走出來 你要考慮到在這種驚慌事故 極端的這種所謂人潮的流動 跟壓力測試 這個是整個在大巨蛋 要思考的問題 而不是說 你現在就拿大巨蛋 又在東搜山道四 這個部分的批評 不是不給提 但是這樣的亂批評真的很不負責任 各位有失眠或者是睡眠品質不好的困擾嗎 趕快來看這款舒曼波的減壓背 你應該要有更多的時間來投資自己做你想做的事情 因為一輩子很短 你的精神上應該要過得更活躍一點才對 不過有一個問題 精神上可以承受得了壓力 可是身體有時候會告訴你 你現在壓力太大 他可能會用血壓告訴你 或突然脾氣變壞告訴你 睡得不好我想 我很容易解釋 就是你整個人浮在床上 然後感覺一直有雜七雜八的聲音在跟你說話 你覺得你沒睡著 其實你是睡著了 只是睡眠睡得很淺 當然很年輕的時候我會吃一些鎮定劑 為了讓自己睡覺 可是其實長期來說 精神狀況是非常非常不佳的 從有舒曼波的被子之後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鎮定劑這個東西了 那麼舒曼波他就是帶給你一個平靜的宇宙 舒曼波事實上是美國NASA 就是他們發現地球的一個 它是閃電的時候 然後那個能量就是會在我們的那個 地表跟電離層之間 它會留下來的一個 比較低頻的一個頻率 可以偵測得到 它大概是7.83 這個赫子的話 剛好就是我們大腦 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放鬆的腦波 叫阿發波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如果我們人可以 處在這種舒曼波的環境裡面 它可以幫助你的大腦 就是快速的進入放鬆 它讓我感覺睡得很平靜很深沉 你的腦波可以得到休息 如果你睡覺睡得好的話 你的精神壓力還有身體的壓力會減少 早上起床眼睛睜開 感覺就是還蠻想要微笑 那批批舒曼波就可以達到這樣子的效果 來看到新北市為了鼓勵更多新銳導演 提供每部片一萬美人的拍攝基金 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董事長歐靖德 金馬導演楊麗舟 還有Cinex基金會創辦人蔣顯斌等多位資深導演 將優選影片得獎證書交給今年入選新北市紀錄片獎創作團隊 市長侯友宜也談起他連續12年擔任頒獎人的心情 有時候歲月就是這個樣子有過 但是我們有這塊大地 有下了什麼樣子很重要 基金會其實紀錄的這片大地 所以發生著大小事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不管你從正面從部位看 它就是一個人生 不管得恩師 你必然要走過 所以有時候人生的態度 就由基金會來看 當你得的時候你要先想到私情 當你失去的時候 你曾經也擁有過 那你就會不會覺得你私情就是我們 所以紀錄片其實都是讓人家 連一片 反懷著嫉妒 你被感動的人像 看見齊柏林基金會 今年首次與新北學合作 開設環境紀錄獎 希望鼓勵紀錄片工作者參與 台灣環境議題的創作 幫助社會大眾了解台灣所面臨的問題 因為我一直有一個想法 想說把期貨林 他對於環境規劃 能夠後續 一直想要找 另一個下一個期貨林 因為他在對台灣的這個影響 實在是非常大 那我們看到這個新北市新聞局 但是這個紀錄片下 哇實在太棒 為了讓拍攝資金更充裕 新北市加碼將優選作品基金 提高到台幣35萬元 安排在新北市國際紀錄片月播放 並將影片版權交還給導演和製作團隊 期待未來能看到更多優秀的紀錄作品 這首王說明新北報導 你們什麼意思啊 打算撂挑子走人 讓985一個人背是吧 謝法律長理解 不用謝 你一個人背不了 最後還不上甩給他 其實我已經想了很久了 好像在這個店裡 只有我是個廢物 我沒有業績 一直拖大家後腿 這個月上完班 我就辭職了 中天宜樂台 週一至週五晚間十點 永慶房屋安家 跟坐亮影通話的人 曾經傳訊息說 你太太死了 以後我們就可以長相廝守了 會在人鬼疏脫 你以後不要再來找我了 那個鏡子是怎麼回事啊 有這種事 我會跟他們說 我要去碰那面鏡子 他到底想要做什麼 大哥 這是你要的FM2的藥網 用了它保證一覺到天亮 如果你真的敢對得起我 我保證你會死得難看 週一至週五晚間八點到十點 給澳紅麒麟蝦遊 台灣X檔案 再新消息來看到 救國團在凱道舉辦了大遊行 現場超過三萬人力挺 就連前總統馬英九也到場怒轟 這個是官逼民返 詳細的狀況連線給記者蔡炳宏 好 主要各位觀眾 繼續來關心今天的這個 10月30號的這個凱道大遊行 那今天透過畫面 我會看到現場 其實呢 雖然是下著雨 但是現場人數真的是非常的多 今天這場遊行呢 是由這個救國團 所發起的這個遊行 那為什麼要發起這樣的遊行呢 是因為呢 在今天呢 在今年這個7月26號呢 在這個黨產會呢 他們是直接轉移了救國團的土地 以及財產 讓救國團呢 可能會面臨到無法營運 而且呢 包含說像是在整個救援弱勢民眾 以及各種活動上 都開始變得至愛難行 也因此呢 今天發起這樣的遊行 那現場的人數呢 其實已經估計 來到了將近有五萬人這麼多 而在現場呢 其實呢 我們也邀請到了這個 前總統馬英九 以及前衛生署長楊智良 還有前新聞局長楊智呢 都有來到現場來這個支持 大家可以看到現場的人數呢 即便現在是下雨的狀態 但大家呢 都是穿著雨衣 撐著雨傘 非常熱情的在參與這場遊行 而今天的遊行訴求呢 當然就是要讓這個救國團呢 要呼籲這個黨產會呢 當然不是說呢 不能夠做這個轉型正義 但是呢 在轉型正義的如今呢 現在好像是變成了這個政黨 在鬥爭 以及做仇恨的這種選舉工具 那麼呢 我們剛才也有訪問到 救國團的主任呢 那我們來聽現場的訪問 這個國家怎麼回事了 連救國團都要走上街頭了 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官兵民反嘛 對不對啊 對 救國團忍無可忍嘛 對不對 對 我個人從高中開始 就參加救國團的活動 尤其是大學四年 每年寒暑假都參加 我回頭來看 我服務公職四十多年 能夠還有一點點的能力 跟救國團給我的訓練 有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我看到 救國團受到迫害 受到打壓 我就憤怒 我要反抗 我們主要的訴求 當然是因為 黨產會 對救國團做了 不公不義的處分 所以我們這次的運動 是抗議黨產會的 一個抗議運動 但是呢 從救國團的例子呢 我們也知道 這個台灣其實 面臨了很多的危機 所以我們這次的運動 也是一個救國運動 一方面救救國團 另外一方面 要救中華民國 我們的危機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大家在問 台灣還是不是一個公益的社會 很多人都說 他們遭受到不公不義的對待 第二個我們要問的是 台灣還是不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我們救國團的財產自由 我們救國團的結社自由 社團的自由 社團自治的自由 都被剝奪了 我們現在台灣的新聞自由 我們的言論自由 都收到壓縮 所以我們要自由 我們第三個當然是要和平 兩岸現在兵凶占圍 所以我們要和平 最後當然我們要救救國了 因為中華民國現在國家認同 嚴重的分裂分歧 這個國家沒有辦法團結 就沒有辦法一致對外 所以我們希望 要把中華民國的共識 建立起來 我們可以聽到主任剛才也說到 在今天的訴求最主要 就是要來呼籲這個政府這樣子 對於救國團這樣的行動 是剝奪他們的這個自由權利 而且不只是為了救國團而已 包含說像現在整個台灣的社會 那麼他們今天的遊行也是要來訴求 請政府千萬不要這樣官逼民反 今天的這個遊行陣容也是體現出 不僅僅只是救國團這個議題 也包含說在整個包含台灣社會中的民怨 今天也透過這場遊行的訴求 要來讓政府知道 而剛才提到這個轉型正義 剛才也提到的就是主任他這邊也說到 他說他是支持這個轉型正義的 但是現在轉型正義的都已經變成了 是這樣子政黨鬥爭以及 不然說像是網軍也好 像是這整個政黨政治操作也好 已經完全變得掉 那麼也希望透過這場遊行 能夠讓政府來知道說 人民的這個最直接的觀感 以及希望能夠還給這個救國團的一個公道 那麼以上是現場這件事情 我們把先鏡頭交給旁邊主播 謝謝秉紅更多內容 現在在中天電視也有直播當中 而對於許多人而言 救國團是時代的回憶 不過現在資金和不動產都要充公 但是充公到底是進國庫 還是進民進黨的黨庫呢 民間特征組為您揭開內幕 我們的財產除了幫政府工作 一些節育款之外 我們這70年來有很多我們的義工 社會各界的捐款 包括我們的張老師 我們張老師都要靠社會各界的捐款 才能夠繼續的營運下去 來幫助那些青少年 幫助社會各界需要的人 還有我們辦活動 我們的經費的收入 他說這些都是國家 這些都是國家的 那不是我家就是你家嗎 對 他變成全家了 對 我們的財產都是國家的 是 那以後民間團體 誰敢幫政府做事 對啊 你做了有一點節育的錢 他都說都是政府的 都要收回去 那跟現在中國共產黨 動不動就要接收這個企業 把人家查產或者是接收 是啊 這有什麼兩樣 所有的財產都是國家的 你還記得宜蘭民進黨有一個縣長 是 他說我們有一塊地 是宜蘭縣政府的 他就直接把那個地政事務所 那個地級的那個所長找來 是 你把它改過來 把舊國團的名字 改成宜蘭縣政府 哇可以這樣子嗎 人家就這樣做 直接這樣子改 這完全 你以為他比共產黨政府更好嗎 哇 你的財產我就可以直接 我們真的不知道 直接把名字改過來 這個本來就是歸人民所用 那 他要變成充公 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他為什麼要一直標難救國團 那時候就是在打救國團 那個縣長是一個代理的 民進黨的一個代理的縣長 他為了表公吧 他就說這個財產是國家 是縣政府 自己就把它名字改成 所以他們所謂的收歸國有 其實是收歸到民進黨執政 或民進黨執政 轄下的公有地 而不是這個所謂財產法人 而且你們根本就跟國民黨無關 你這樣子也抽不到國民黨的銀根 你們還有收留一些這個 比較弱勢深在住宿的部分 我們這也是 我們現在有幾個縣市 我們叫學院 是專門收 不是收留 就是提供給了一些外縣市 譬如說你從中南部到台北練書 以前我們台北有學院 價錢非常的便宜 一個晚上可能一百塊兩百塊 是 那這個就是說你可以在這邊住宿 那麼家長也很喜歡 對 因為我們有生活管理 那他住在這個地方 這個一方面價格很便宜 另外就是說 他還有很多救國團的 提供的各項活動 是 他可以參與 那後來政府慢慢把這些學院收走 包括這一次 這一次也有幾個縣市的學院 民進黨會介入之後收走 收走還提供給他們繼續嗎 沒有 我們大概有1000個左右的學生 還住在我們的學院裡面 那按照過去的慣例 這些東西被政府收走以後 他一轉手就到財團上面 財團就改建旅館了 真的 所以一個月 這是現在進行市嗎 台南台中都是這樣子 哇塞 所謂收歸國有 根本就是給財團 民進黨再轉手給財團 他蓋旅館 哇塞 一個晚上四五千塊 那些學生住得起來 這些法官都不聽嗎 法官 根據中正大學的調查 是 現在人民信任法官的比例是 26.7 我真的覺得這些事情 一定要功夫讓大家知道 好 我們現在來看 救國團過去有哪些音樂歌曲 陪伴我們成長 可以說是最支持兩性平權 連續第四年挺身參與台灣同志大遊行活動的 全球日用消費品大廠 今年再度攜手通路夥伴 還打造了彩虹遊行花車 為今年的遊行打透震 天空下起綿綿細雨 仍然交不惜遊行群眾的熱情 台灣同志大遊行在台北市政府前廣場 聚集了數萬人潮支持少數族群 提倡公平多元共融的消費領導品牌 連續第四年參與這個活動 全球各地每年六月的一個彩虹院 其實我們會舉辦各式各樣的一個LGBT的活動 長久以來我們一起攜手去推動這個多元共融的價值觀 在今天我們也覺得身為女性的經理人 更應該站出來來去推動這個性別平權 然後來支持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去城市的品牌精神一向以愛為出發點 我們不遺餘力的想要推動社會每一天變得更好 整個社會能夠了解說愛有不同的形式 我們希望不同種類的愛它都是溫暖的 而且它都是應該要被包容的 以企業標誌設計的八色彩虹遊行花車 總經理和營運長也都一起與變裝皇后共舞 享受驕傲月的歡樂時刻 我只能說大家為了平權站出來做對的事情 就是要這樣子好不好 這就是水而已只是天上掉下來的 今年真的是很難得我們又恢復實體遊行 也是我們聯合力化第四次參與我們的遊行 就是非常支持同志朋友 我們覺得台灣的性品然後或是婚姻平權這件事情 其實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那我們希望就是用企業的力量可以幫助 就是整個推動一起用企業力量可以推動這個就是平權這件事情 除了建立友善的福利制度和企業文化 參與活動也是盟友的重要表態 廠商也提供登陸發票就能抽大獎 住宿券和彩虹商品的優惠 對平權議題展現關注與積極的態度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今天到桃園替市議員候選人楊朝偉站台 也提前和國民黨桃園市長候選人張善政合體 現在講到我左邊這個兄弟 我突然覺得好像那個光暗了一下 然後呢又亮了一下 暗亮暗亮 最終我們相信人性是暴敏的 有一個八點檔連續劇啊 我準備編這個劇本 有一對兄弟啊 一個學文 一個學武 這個文武兩個兄弟啊 有志報效國家 到了朝廷 滿朝貪官污吏 這個地底學武啊很凶悍 桌子一拍 就跟這些貪官污吏啊 直接開幹 最後躲在暗處有很多劍射出來 他受的重傷 然後受傷療養兩年多 這個哥哥啊學文 他比較斯文 他也能夠體訓 所有黎民百姓 但是他是秀才 他就靜靜的去種田 椒花 然後像諸葛亮一樣 守著南洋 然後心懷天下的設計 文的是誰 張善政 我不要問我 你們不要講韓國 我只要問我 我問的是誰 張善政 我問的是誰 韓國瑜 誰謀殺了言論自由 真相大白系列爆料 那麼四年前 專欄作家洪博學 刊登了文章 屋指中天電視 以支付收看費的方式 換取小吃店開店的時候 都只能看中天 法院審理之後判決 洪博學根本都提不出證據 認定他是虛構 捏造了不實情節 誹謗市政明確 判他有罪 但是法院認證的假新聞 現在卻成了民進黨 關中天的藉口了嗎 那麼一連串的手法和步驟 根本都是有計劃性的 在毀滅中天 甚至現在還要力推 這個數位中介服務法 雖然到最後是胎死腹中 但是也非常讓大家擔心 會不會藉屍還魂 誰謀殺了言論自由 真相大白系列報導 在每週日上午11點 YT中天電視頻道會首播 時間回到2018年12月22號的下午兩點 當時正是九合一大選 藍營大勢之後不到一個月 洪博學在網路刊登了一篇 名為《無知是通往奴役的道路》文章 說某天在小市店吃飯 當時店內的電視 正在播放中X新聞 他想轉台卻被老闆制止 還說收視費你要付嗎 才知道附近的店家 都有這樣的狀況 某一個集團 已經繳交了收看費 每個月500元 條件就是只能看中X 所謂的中X 洪博學後來在法院坦承 指的就是中天新聞 按指中天電視 以支付收看費的方式 換取小吃店只能看中天 這是一則沒有證據的指控 從網路擴散 四天後媒體接力帶風向 全面開啟批鬥 這不是一個強制置入新聞 而是強制置入去控管你的收視權 你要收看什麼樣的媒體 親綠媒體政論節目 斗大的標題 涉及國安危機 造成全台淪陷 指控小吃店看中天 是有人花500元買收視 講了兩小時煞有其事 問題是根本沒證據 再找來內政部長 徐郭勇北書 公平會主委面對質詢一臉無奈 因為根本沒有聽過類似的情況 不過民進黨立委製作了金美報表 將假新聞說成跟真的一樣 一個一個炮火全開 但實際證據一個也拿不出來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有做相關的調查 系統台並沒有在小吃店 或者是這些部分去做相關的設定 系統台主管機關NCC 台上駁斥了立委質詢 強調沒有任何的相關事實 不過立委已經達到了質詢目的 再度傳播假新聞 卻是台大政大學生發起的 聚看中天新聞口號 臉書上則是發動了 新聞頻道轉台運動 地圖上標註了許多店家 聲稱他們就是被中天收買的小吃店 收費鎖平只能看中天 那天那個女生啊 她來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叫我不要看中天啊 看三立啊 不然看民視啊 她是說 那你們是不是有被人家控制住啊 我說控制什麼 她說像你給人家收錢 我說沒有啊 自己繳以前 對啊我自己要繳啊 2019年6月19號 東京電視台在日本時間晚上10點 接力播出假新聞 それは人々が集まる飲食店 だった テレビには あの 監視のニュースが 別の店でも 監視の映像が 見ると 終點 というニュース 店主が その裏事情を 教えてくれた 電視台の会社から電話があって 毎月2000円割引してると言うんだよ 100塊 她是問我說 我們現在電視台多少錢 我說 我回想一下 我說應該是500塊喔 便當店老闆很生氣 一段訪問 竟然被日本的電視台 一花揭末 成了網路抹黑消息的見證人 對他們斷章取義 所以我們一直要聯絡他們 結果問我說 為什麼那一天是講成這樣子 這時 民進黨關中天的手把套路 展露無遺 先掌握了平台和打手 從製造中天收買小支部的假新聞事件 以此作為批鬥的依據 接著動員打手 從各個領域全面性的發動攻擊 從媒體 從網路 從學生 從學者 民間團體 到明代質詢 分鏡合集 對中天汙蔑抹黑 NCC都裝作沒看見 最後 民進黨政府在假惺惺的 以正義之姿 回憶民意 透過了NCC 大量裁罰中天 達到兩年關中天的目的 紅波學 妨害中天明月案 法院走了四年才一審宣判 認定紅波學 虛構捏造 不實情節 誹謗市政明確 判他有罪 距離中天被關台 已經過了兩年 每天下班真的是超級累的 所以每天呢 我都會去犒賞 我自己就吃很多大魚大肉 像是炸雞啊 很油的那些東西 但是真的是罪惡感十足 所以我今天呢 就做了燙青菜 蛋餅還有蒸蛋 想要吃的清淡一點 所以呢我們公司 就推薦我們來吃這一罐 澎湖福澎喜來登酒店的 海荒鮑魚乾杯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它是歷經了十多道嚴頸工序去製成的 長時間細火熬煮所有的海鮮呢 是共置一爐吃到新鮮的海鮮味哦 包含了肥美的鮑魚還有富含球蛋白 20多種氨基酸提高人體的保護力 還有嚴選的超級大干貝 而且呢可以說是海洋的保健食品 蛋白質是雞肉牛肉蝦的三倍 礦物質呢更是遠遠的在魚翅燕窩之上 最後是高檔的石斑魚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是養顏美容護膚的聖品 可以說是料理上的百搭神器 完善市面上滿滿油膩的小魚乾的EXO醬 它還聞到海鮮的鮮味 所以加在這種平淡很清淡的料理上面 都可以增添畫龍點睛的效果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哦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PI714 享有折扣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